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盲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卉盲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盲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有些翻译就直接叫做选择党 那么欧洲当然了 现在看到的势都是转右 除了英国,英国选择了工党 但是工党的东西是否很左呢 又不是的 你都可以讲讲欧盟 英国脱了欧 没错 那么现在整个欧洲的趋势是怎样呢 就是向右转 我觉得都是不可避免的 都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很大 你知不知道 是德国和欧盟主流媒体呢 他也是用了个招 讲到另类选择党的这位女的领导人之一 哇,知道叫她什么名字吗? 没错,女版希特拉 哇 你这样太严重 你这样反而弃 我跟你说,你越是这样反而弃 反而弃弃到她的票 现在他们得... 之前做了补选时 死猛,抹黑她,说她 然后她就是反民主 你看到那些选民多生气 不知道死,就是当我们的选择是流的 即是我们选过希特拉,对吗? 我们选过希特拉 现在最新的德国现任总理索尔茨 当然了,德国就是欧盟最强国 在国内反对派和其他政党的施压下 索尔茨最终作出妥协 选择将不信任投票的一期提前到 是,最早就下个月12月16日 那这个将会决定索尔茨 可不可以继续做德国总理 而新一届大选 就会提前到明年2月 虽然投票还没开始 但是很多人心中有数 索尔茨大概是过不了这关 最新民意调查看到 索尔茨所在的社民党 只有16%的选票 而崛起的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 毅德尔茨他懂中文的 而且在大陆做过事 所以说我亲爱有亲中 反骨 而且他们也说不要这么多移民 原来他的支持率是18% 而且他亦被他的支持者叫做 德国新版铁梁子 那么两极 一边就叫他内版希特拉 一边就新铁梁子 没错 德国的总理叫Chancellor 英文直接叫Chancellor 现在这些主流媒体就这样说 民粹主义右派2024年会占上方 美国人刚刚选了特朗普 好 也看回他们就说 毅德尔他的说话和特朗普何其相似 也说他其实是希特拉 说真的 特朗普也未到希特拉的水平 他已经说了这么大 他是排外 但是也未到希特拉 可怕手下那么多亡云 对吗 原来他们就说law and order 有派说这件事 令到国家秩序变成井然有条 而且关闭和控制边境 这个就和特朗普一样 拒绝非法移民一样 遣返被拒绝的已经犯罪的难民 和那些没有居留权的人 原来他就说 这么多年来 不公正的统治 无论是默克尔年代 还是索尔茨年代 对于法律与正义我们恢复 但是你们想将俱俱行为定义为犯罪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点 当然了 还有一件事 也挺似的 停止能源转型 这个很似的 这个很似的 限制政府支出 当然包括取消 未曾交过社保境外国公民的福利 即是难民的福利取消 而且要驱逐 看回他们就说 将提供实物而非现金 以前澳洲也想着这样 有些人拿福利 也有些人滥用了制度 就说 我不允许现金 我给实物尼效尼也不行 做不到 做不到 有些人说 是担心那些人 就拿了一些现金去买烟 买酒 但是你管不了 这些管不了 其实很难 但是呢 他也说 但是你们已经没办法理解理性的论点了 你们不能够好好地治理德国 你们现在能够毁掉德国 和阿沁的大同小异 我告诉大家 认为 他们恨德国 他们恨自己的祖国 这家政府很恨德国 准备接受民主的权力交替 无论他前面这些全部不认同 他如果一人一票选出来 符合你西方那套玩法 那就是民主交替的了 那当然你西媒就写衰他 对呀 这个是 对呀 是更坏的 你越写他衰 你越是 要用你媒体之笔 之前索尔茨 你记得当时不是有 反应类选择党的那些是 国物星 示威出来的 但其实那些人很多是没有德国的 就是出来示威的人 反应类选择党 很多是没有德国身份 道友说德国不升 对呀 别人反民主 要真是想一想为什么 而且你整个夹的企业 又离开中国 要反我 是越来越差的 国经济越来越差 他就说 怎么这么差 其实他说过 谈谈林宇问题 那些德国主流媒体就说 就是有无数位希特拉 但你不要这么说 其实很多那些 就算贺锦丽 也有试过 揮武商权说话 你这样 其实扣母子 扣得太厉害了 你说希特拉 这个母子扣得很大 历史上最可怕的 是国家元首之一 对吧 戴华sir 你觉得这样会吓到别人 还是别人会更加坚定投票给他 更加坚定 你做得太多的话 别人一定要反世 他说话 有些已经是污蔑的程度 那就是 他的掌上 现在你说到别人的掌上 你已经是 他错 你就说他错 对不对 他做错 你就说 对不对 但你又不是 你看他的动作多似 其实那些政治人物 揮权 在说话 很正常 很多 无论左派右派 也有这样的人 你批评就批评他的政策 不对 说他是违反人权 但你已经 可不可以側面地说 其实你们都开始怯了 如果你用这些东西来说 证明你是没有其他方法 去港服民众 人身攻击 对 就等于 就等于台湾地区的六媒 你没有什么说 你不是说习近平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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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什么什么 又说什么什么 又说什么肚子 又说什么 你没有什么说 赖清德又好帅吗 说真的 你以为你做个国库城 头制国库城吗 对不对 就和他掌上 亦都是精贯销售 哇 这些你都说 有没有搞错 有人 就将他 和纳粹希摩 用电脑的图像 做过对比图 相似到有八成 不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弄得太厉害了 那位女士 为什么 他似 而且 和另外一位 在纳粹时 又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令到很多人没有了 就是 凯德里希 说他九成九相似 哇 也有传言说 他是凯德里希的师生之后代 这些不行的 你都说完这些 你越是这样说 对了 你越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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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我觉得 令民众很生气 就是你选 你只是这样说 我选他 等于选个希摩出来 可能激发他们出来投票 当然 他也说 这些呢 他说是有传言 他就一样说 这些当然是政治对手的攻击 哈哈哈哈 又玩完这些东西 是 是 就是不敢说自己说 他说是有人敢说 是吗 是 他说 特朗普就是反移民 毅得以反 对德国现在的移民政策很明显 他就主张保护德国的利益 原来他就呼吁 德国政府投资中东经济特区 亦都是鼓励受过教育和技术人员留在本国 避免人才流失 蛤 不是啊 这样说 好像合理 是吧 亦都优先考虑技术移民 而不是非技术移民 其实你看一下五眼集团 各个国家 现在他做事一样 虽然 魏得以他也说支持德国留在欧盟 但他认为希腊等经济薄弱的国家应该离开欧盟 这件事我以前不是很同意 但现在我想想想想 因为你让那些国家夹回你 好像什么立陶宛 拉脱维 其实说真的 他们跟西欧国家比较差很远 并且提出德国应该退出欧盟区 重新使用德国马克 这件事我认为就不实在了 而最初13年 魏得以因为支持德国退出欧盟区 而选择是加入另类选择党的 而关于欧盟战争 原来魏得以也有一段讲话 被称为作为理性无实的西方声音 他当时讲话说 西方用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个虚假承诺 令他们卷入战争 喂喂喂 其实听上去我听不出有什么错处 只是跟你西方主流媒体不同而已 现在德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其实伤人又伤己 有错吗 我真的想问一下 这句话 是伤人这个俄罗斯伤己没有说错 他说 无论乌克兰战争爆发还是激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难辞其咎 因为长期以来各方都非常清楚 北约的扩张就是俄罗斯的底线 其实他说的好像是最合理的 因为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他就说 确保乌克兰是保持中立地位才是有效避免冲突的最佳手段 而西方国家被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北约的前景 是等于将他们拖入战争 李德尔也在国会发表说 是时间令德国再次偉大 这件事他就觉得像特朗普 哈哈 什么假 现在他就不是什么假 中国人称我们德国 因为他懂得汉语 他懂得说普通话 其实西媒误他 因为他懂得普通话 在大陆做过事情 和一些中资有关系 不行 不够纯洁 政治不够正确 如果他懂得俄语便很大 但其实很多德国人都懂得俄语 是的 你这样推上去的话肯定是 以前我们有没有介绍过 有一些德国人在福尔家河回到德国 那些入耳曼人 在汉语当中 德就是拥有美德的国家 我们再次一次崛起 他关于他的私生活 有人说他其实是彩虹人 有人说他其实是彩虹人 看他的样子也是担当 这个有没有证实 这些是否又是 就算是也无所谓 其实他的右派不喜欢这件事 但是是这样说的 你究竟有没有任何证据 因为他听到西方一屈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屈到你底了 对不对 他就屈到你底了 那么究竟 魏德尔就是 也是一位好人来的 苏黎世大学学经济的 之后就是 他也在亚洲很多轨迹 因为他是碩士 在尼利倫国读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 是的 当然 他也是在高盛、安联也做过的 为什么呢 原来他所有早期工作 这个德国 他都没有掩饰 他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中国 在中国 戴了这个脸 哦 现在就说 有没有可能和中共的领导人见过 但是2000年比 就是又是这样说 喂 其实这样说 会不会令大家更加觉得 你又是这样 就是一样一样一样 说他是共产党的代理人 喂 听厌了 还有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说真的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多人想自己 很多人想自己 所以我觉得最后 究竟你要怎样选择 那是不是真的叫另类选择党 那可能大家就真的选择 因为你 会作出选择 作出选择 当然 如果他当选 对于乌克兰来说 又开始这么说 非黑即白 对于乌克兰来说是灾难 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好消息 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好 又是这样说 开始了 等于抵抗 现在的德国媒体说 选择等于抵抗抗中 又是这样 唉 唉 你有没有想过 对选民是否有利 是 没有说过 上面那段 没有说过 选民就是对中国 对俄国更好 那对选民呢 是 原来有趣的是 他是一位彩虹人 但他是反对彩虹婚姻 这样说的 也不单是一位稳定伴侣 还修养了两首歌 是彩虹人 和反对彩虹婚姻 其实呢 有些说 应该看起来 其实我觉得也不应该 再来说 因为 很多国家 其实很多人 是不反对 这些是小众的 但是 给一个合法的 是婚姻的 即是完成婚姻这个权利 其实很多国家 是没有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要很大才行 戴马尔常说 你如果不是七八成人同意 你是过一两个百分之的 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包括台湾地区 现在还有很多人反的 我觉得所有的公投 门槛都是一个 即是贏 0.2%就叫贏 当然毅得意 他也是被人说 他曾经说过 是热爱中国文化的 这样又不行 哇 你真是 其实你说希望 说什么法西斯 你们也是法西斯 对 对 你这样又不行 所以 你说的东西 你自己检视一下自己是否这样 当然有些东西 他说是驱逐移民 反移民 我不是全部同意他 但是他说和俄罗斯谈 现在整个欧盟的态势 除了冯德罗斯的口硬 你看看每个国家 看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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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有之前 美国大选 共和党和民主党 另一个很不同的议题 就是缓污和非缓污 对不对 这个是民粹 你可以说是民粹 但是 民粹代不代表 不是选民的声音 而且土壤在哪里 土壤在哪里 土壤需要考虑 为什么有这样的土壤 令他们变得民粹 有没有想过 你经常叫我顶住 顶住 顶多几年 没事的 你当然是 畏高权众 对不对 连乌克兰的民众 都不相信 可以再顶下去 这是真的 好 今节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